好的,我们开始高材会计的第一堂课 本次高材的这样一个课程和以往的几次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不一样主要是体现在就是这次的这样一个内容 就是课时,这课时比过去来的多了一点 过去是上11周 每周如果说按照三个小时来算的话上11周 那么这次要开始上15周 同样是每次三个小时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本书的这样一个全部的这样一个章节 一共是有16章的这样一个内容 15次的这样一个课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每周每次就是上每次上一章 那么这样大致上的安排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上到第 像我说起来16,15章也没什么东西好说 它主要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信息披露 或者这样一些方面的这样一要求 然后第16章主要是说明起清算破产和重组的这样一些方面的这样一个会计核算 所以最后一章就可能把这样一个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来说一下 那么总体上的这样一个比较属于一些会计方面的这样一些方面 就是会计核的有关内容呢 主要是在前面的这样一个14章 那么基本上的形式就是每周一章 按照这样一个顺序 然后来展开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对这样一个东西呢 应该有所准备 然后另外呢 就是事先的说一下 就是在这样一个高材的这样一个讲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好的建议的话 那么可以到那个 可以在网上留言 对我留言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样一些交流 如果说是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建议的话呢 会考虑大家的这样一个意见 那这是想在这个一个 整个这样一个课程开始之前呢 首先想说的一些话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这样一个 这个一个高材的这样一个课程当中 那么下午的这样一个课程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第一章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另外呢 晚上呢 还会有一堂课 那晚上的一堂课呢 我们主要介绍第二章 这样一个内容 那第一章呢 主要是说明的是一些 相对是一个序论 也就是说 对整个这样一个高材的总体这样的这样一个内容 一些建议 然后高材的一些所涉及到的一些方面 然后呢 做一个大致上的这样一个介绍 做一个大致介绍 所以第一章呢 应该没有一些没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些方面的内容 那么在本章里面呢 我们主要想说明的就是 像这本书啊 这本书所说明的 主要是确定一下就是高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 应该说 它这里是高级会计学啊 觉得 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会计的 内涵或者外延 应该来说都已经 都已经比较扩大化了 那如果说单纯的来说会计的话 那么至少应该包括就是 我们的一般的财务会计的这样一方面内容 然后呢 还应该包括有关的这样一个成本会计的内容 或者讲成本管理会计的这样一些方面的这样一内容 那当然如果说再拓展一点的话 还可能会是一道一些行业 行业性的这样一个会计的这样一方面内容 所以从会计的整个内涵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广的 比较广的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进行体现 就是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会计活动过程当中 我们不仅仅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些会计的 现在说起来是讲会计 我们讲会计有两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责任 我们说起来会计的两个基本责任呢 应该来说这两个基本责任应该是有所争议 现在一般的这样一个叫法 一般的这样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叫法 我们多称之为是一个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和会计的这样一个控制 核算和控制 或者好像叫会计核算和会计 这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这样最初的这样一个会计 两个基本责任的这样一个确定 它这样是 就是马克思在资本人里面所讲的这样一句话 就是会计是什么呢 我们讲会计主要是对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当然是可以是一个生产基因过程 如果说是一个企业 如果说是一个盈利性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话 它可以是一个生产基因活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会计所我们讲会计所核算的这样一个对象 它不仅仅是针对于盈利性企业 或者说不仅仅是针对于生产单位 它还针对那些非盈利的这样一些企业 那比如说政府机构啊 那或者是一些什么事业单位啊 诸如此类 那么这样一些非盈利机构当中 它也有一些活动的这样一些事项 那么既然它也有这些活动事项 同时它的这样一些活动事项呢 我们也能够以货币形式来加以体现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需要对于这样一些 以货币形式加以体现的这样一些事项 来进行什么 来进行核算 来进行核算 所以我说起来这样一个 像我们讲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不能说是一个生产活动过程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过程 这一个过程 马克思认为的所谓的对过程 它不是讲对于过程的这样一个核算 有时候我们把这样一个会计 那所谓会计核算 好像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陷阱啊 就是自己钻进去了 那这样会计的这样一个内涵应该蛮广的 马克思当时所说的是对过程的反应 还不仅仅是讲是核算 核算当然是一个反应的这样一个方面内容 但是应该来说核算的这样一个内涵要比 这个反应的这样内涵要比核算的内涵要来的比较广泛一点 而且就个人感觉也比较提气一点 比较提气一点 那么我们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就是 快递是一个什么 快递是一个反应 快递反应 然后呢通过这样一个反应 反应我们讲通过反应 然后通过各种方法 通过各种方法对自杂这样一个过程的发生情况来进行反应 那反应到最终就是什么 听控制 马克思投认为的是反应和控制 我们现在呢把它称之为是核算和监督 那么如果从控制和监督这样两个概念来进评价的话呢 我觉得个人觉得用控制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用监督呢可能这个一个语气上面呢 稍微显得不太切合一点 因为一般来说如果讲到监督的话呢 监督的话呢一般来说监督总是对其他方面 监督是对其他不包括自身 然后监督呢似乎给人家一个感觉 就是有一点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方面的感觉 那么控制呢显然就是一个比较平行的 然后控制呢本身也包括对其他的控制 同时也对自身的这样一个控制 所以控制的表达比较贴气一点 当然这只是说啊 就是说一个表达这样一个形式 那有表达形式 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会计 这是一个基本的质能 而这样一个会计的基本质能主要是体现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体现在就是会计工作本身 同时呢这种反应或者是控制啊 那么同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呢 它是一个事后的体现 我们所反映的是 我们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项 我们所需要控制的呢 那也是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些事项 但是会计啊 现代会计 当我们在进行现代会计的这样一个工作过程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到就是 我们不仅仅需要对过去的事项来进行反映和控制 我们还需要对未来来做出一个预计 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整个会计工作的这样一个 这个外延呢就扩大了一点 扩大一点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就是管理会计内容了 那为了将所有的这样一个会计有些区分呢 就把会计分为啊 至少分为这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警示做一些反映控制的 然后还做一些预计的预测的 这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会计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财务会计 就把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而我们这里 我们这本课 我们这本课所讲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它应该是属于会计反映 或者讲起来是会计核算这一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如果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 这样一个会计内容体现的话 那么显然 它应该属于财务会计范畴 所以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样比较提起的内容 它不应该属于高级会计 好像又把会计和 又又搞出来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个高级会计 像这个一个做法就不准确 应该来说 如果说我们把它称之为高级财务会计 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有一个程序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有初等会计 就初级财务会计 我们有中级财务会计 然后我们有高级财务会计 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排列 否则的话我们就高级会计 那么然后中级会计 然后初级会计 这也是一个叫法 这是一个叫法 但是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口头上的叫法 如果说真的把它体现出来的话 可能还是不太准确 当然这里只是说明一下 像怎么叫都没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只是讲 我们讲高级会计的定义 那么像所讲的是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定义 这是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然后我们还在这样一个定义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然后来说明就是这样一个高级财务会计 我们之所以来进行这样一个高级财务会计的定义 那么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理论 来进行这样一个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定义的 那同时有了这样一个理论概念以后 然后我们就需要考虑 需要考虑 就是那么整个高级财务会计 当他们他的研究范围 就他的一个研究范围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边际呢 然后呢我们需要确定 就是高级财务会计的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范围的这样边际 不是无边无际的 我们总是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会计学的这样一方面内容 我们总是需要给他一个定位 那比如说财务会计应该研究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 那管理会计应该研究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 那你不能财务会计研究的是管理会计内容 那或者管理会计内容研究的是财务会计内容 当然同样的道理 我们讲外力学有外力学的这样定义 然后数学有数学的这样一个定义 所以本身他有这样一个研究范围的这样一个确定 那么高级财务会计他的研究范围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范围呢 那现在我们要给予一个决定 那么决定了这样一个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研究范围 然后我们就需要确定 在这样一个研究范围当中 我们通常会调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方式 这是本章所需要介绍的内容 好 首先当然第一件就说明的是定义了 就是高级财务会计 他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他的定义呢这里也有了三个说法 我国理论界对高级会计的定义 界定高级会计定义的这样一个意义 我们对他的定义 那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点 理论界对高级会计定义 我们对高级会计定义 那也就是说像存在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高级财务会计到底是什么 但在理论界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说法 或者说没有一个能得到大家一致公论的 这样一种说法 所以这样就排成说 一般是怎么说法 我们是怎么说法 这样一个形式 同时呢 这地方呢 我也想说这样一点 说这样一点 说一点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样在社会科学的这样一些 范畴当中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对象的这样一个内容当中 在很多的东西啊 在很多东西 他的所谓的这样一个定义 都是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很多不是 就是已经是一个很确定的 他不像数学的这样一个定义啊 这个一个 这样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社会科学当中很多东西都都很难说 都很难说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这样一个 看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不一样 他可能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会受到很多的这样一个 人们的这样一判断的这样一方面影响 同时呢 社会科学 他本身处在一个不断的发展和演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他你给他了一个所谓的比较准确的这样一个定义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样一个定义也可能就不太准确 就可能会不太准确 所以很难做到 所以这种东西很难做到 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界定 但是大致上的这样一个概念应该是差不多的 应该差不多的 这里说明一下 当然同时呢 想说明就是 那么既然是很难给他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定义呢 那也就是给他这样一个定义的意义何在呢 那这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呢 也需要加一解决的内容 首先呢 想说明的就是理论界 整个理论界 我们国家整个理论界 对于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界定 界定 那么 所以 这就讲一般认为 一般认为高级会计 就是高级财务会计 这个我相信应该来说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当然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高级会计就是高级财务会计 因为我们所讨论的前面也已经讲到 所以我们所讨论的也就是 就是 记录计算 然后是汇总报告 这样一些方面的内容 而就记录计算汇总报告 这样一方面的内容来说呢 它应该是属于 就所谓的反应了 所谓的反应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也讲 我们讲这个会计 财务会计财务会计 主要做的工作就是 记录计算汇总和报告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用 反应来进行体现的话 应该好像比较提起一点 那这个时候如果用核算 来进行体现 好像就不太提起一点 核算 记录计算 好像都可以属于核算这样一个范畴 那么汇总报告呢 是不是也应该属于核算 这样一个范畴呢 好像说起来就比较勉强了一点 比较勉强一点 当然这一点 没什么问题 所以般认为高级会计 属于高级财务会计 然后呢 就说明了 在这样一个 首先界定的这样一情况之下 所以既然这样 我们就这本书就用高级财务会计好了 那为什么还用高级会计 然后呢 就说明国内主要的教材 那所谓理论界对他的建议就是通过教材 然后对于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解释 那么这样 这地方呢 现在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这地方呢 他这里例举了 就是有下面大学的这样一种说法 就所谓对于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说法 有上海财大的这样一个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说法 那所谓王文斌的 那么就是说立信的了 那王文斌的这样一个高等会计学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说法 有中央财大的 他就用其特种会计 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我还有首都经财大学的高级财务会计学 这样一种说法 那之所以有这样一些说法 那么这样就是一些话 就是我国学者对高级会计尚未形成一个共识 还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当然了 有一点呢 是比较形成共识的 叫什么名字呢 可能没有形成共识 但是他所涵盖的内容 是共识的 那么说涵盖内容是共识的 那么主要是指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高级财务会计里面所涉及到的内容 是中级财务会计里面所没有的 那或者是这样讲 可能中级财务会计里面也可能涉及到一点 但是中级财务会计里面 仅对这样一些内容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没有展开 没有展开 没有能够到很广泛的展开的这样一些方面内容 那么所有这样一些方面 就中级财务会计里面没有涉及到 或者没有展开的这样一些方面内容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什么呢 放在高级财务会计当中 来进行说明 来进行展开 所以大家这样的就形成一个一种一种一种 这样一种一个内容啊 就这样一个说法啊 就这里呢也给大家一起来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那么有人呢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 特别是那个王斌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谓高等会计学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把这个什么 把那个 他的说法就初等会计 那会计主就初等会计了 然后那个中级财务会计就中级会计了 然后就是高等会计 好像从本次上 这个会计学里面的这样一些东西 是不是档次很高的 当然因为我本身 无所谓档次高低这样一方面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不是从档次高 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体现 那么可能会给人家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是不是比较难的 所以所有的这样一个会计学内容当中 比较难的 比较会设的 那么这样一些方面内容 是不是就放在那个高等会计学里面来 加以市民了 所以给人家很多 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高级财务会计好像就很难 因为很高级 实际上真的是没有这样一种 没有这样一种概念的 它只是一个顺序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般的教法就叫 会计原理叫初等 初级财务会计 然后具体的生产企业当中 主要是对针对制造企业 就工商企业了 对于工商企业当中的这样一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这样一个反应 那么整个过程的这样一种反应 整个过程的这样一个强细反应 我们就把它通过中级财务会计 来进体现 如果说中级财务会计当中没有涉及到的 就是工商企业当中没有涉及到 或者是不是工商企业的内容 因为我们讲组织的形式不仅仅只是工商企业 组织的形式还很多 至少来说包括盈利性和非盈利性 在盈利性当中除了工商以外 还有服务性企业 所以当时我们的中级财务会计里面 主要是介绍工商企业的 而且特别主要是介绍制造业的 比较工业企业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 那么服务业呢 那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组织的呢 没有介绍 但是它也是一个设计的发生 那么怎么要了解这样一些组织的会计活动呢 那么所有这样一些方面 当然中级财务会计里面 还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可能点到一点 但是没有展开的这样一些方面的内容 我们也需要专门有一个教材 来对它来进行这样一个反应体现 那所有这样一些方面的内容 你就把它放在什么内容 放在这一块啊 这一块从初级中级 然后我们把它相应的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高级财务会计 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些说法的意思 在什么地方呢 所有的这样一些说法的意思就是值 我们这里只是一个会计的分类 就得对整个会计学的这样一个 学科分类的这样一形式 并不存在 不存在所谓的这样一个档次的问题 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这样一个难易 这样一个问题 简单一点说 在高级财务会计当中 可能有一些很难 相对于啊 相对于初级财务会计 或者是中级财务会计来说 很难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内容 相对于初级财务会计和中级财务会计来说 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它不是一个难易的这样一方面的问题 如果真的说到难易 难易的话 有时候我倒是想说这样一句话 最最难的这样应该是会计原理 因为很多人学会计原理的时候 他是 他对会计来说 这样是一个白钉 然后从这个角度 然后参与到这个过程 这样做一个论门的时候 这样说起来应该是最难的 任何一件事情论门是最难的 然后过去的 过来了 过来了 然后到房子里 可能会觉得好像 这路可能宽起来了 可能倒觉得清晰起来 整个会觉得这样一概念 可能倒清晰起来了 所以这个难易 难易这东西 真的很难说 因而而易 同时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本身也不存在这样一方面的问题 并不是按照难易程度来进行划分的 它的内容 只是说它内容不是按照难易程度来进行划分的 而是按照这样前面所讲的 这样一通话来进行划分的 当然这个划分的结果 可能会导致 有些东西还蛮难的 但是也可能会导致 有些东西还很简单 所以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然后呢 还介绍了一些公案 就港台地区的一些情况 对于所谓的这样一个会计定义 高级台会计的这样一个定义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说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一些说法当中可以看出 就是即使是在国外或者港台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高级台会计的这样一个定义 所以也不是一个唯一的 也不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 也有多种的这样一种说法 多种的说法 那现在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像我们说起来 多多多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说法 不仅仅是对于会计学本身的这样一种东西 有一些说法 那么对很多会计学当中所涉及到的很多的理论 概念 方法 程序 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个东西 都会有争议 都会有说法 社会现象 我们讲会计主要是反映一种社会现象 它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直观的这样一个反应 但是社会现象本身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化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 而且几乎找不到完全一致的社会现象 所以在这个社会科学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对很多东西的这样一个定义 本身就是很难说很确切 所以从这里一个角度出发呢 我也说这样一话 这样我们对这样一个 就我们这样一个财会计的这样一个学习这样一个角度 这个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样不太赞成就是使经背这样一个方式 一些概念 然后把它背下来 有时候讲本身这个概念就不是唯一的 并不是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 有时候讲是一种公理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定等于二 都是这样一种概念 那你背他 那如果说你背他是为了帮助理解 这还是可以理解的 你背他就是为了背他 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里也说一下 这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情况 然后呢 他就来说明 就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定义的这样一个说法 这样一个说法 那首先呢 他这里指的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下面大学 高级财务会计的这样一个说明 所以是什么高级财务会计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他这里讲 本书只是成绩中级财务会计一书的内容 这是一个顺眼 顺眼 初级财务会计主要是论门 主要这样讲一些论门的 讲一些东西的 然后呢 到中级财务会计来展开 然后一个特定对象这样一个形式来进行展开 当然既然展开 特定对象展开 他肯定要有所指 你不能够呢 在中级财务会计当中 你不能够没有方向的 漫无边际的 然后介绍很多内容 然后这样的话呢 对很多初学者来做是非常不方便的 如果说想象一下你中级财务会计里面 这一块说的是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会计核酸的形式 然后这一块说的是商业的这样一个会计核酸形式 然后这一块说的是服务性的这样一个会计核酸形式 然后那一块说的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的这样一个 那这样一个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啊 可能会展现什么结果呢 就是学的东西很宽泛 到最后什么也都没学会 你的概念来不及转换 脑子来不及转换从这个制造业转到商业 然后再转来不及转换 这样就给学习带来很大的困难 所以对中级财务会计来说呢 他一定是有对象 针对某一个对象 然后来展开 对他的整个过程来展开 那这样主要是方便的方便学习 但是他针对一个对象来展开 那显然还有很多对象就展不开 不能展开 所以还需要有专门的一个内容 来介绍这些展不开 或者不能展开的这样一些方面的东西 那这样一些东西呢就放在什么 道级财务会计 所以他说他是本书是成绩 中级财务会计一书的内容 对一些专门的会计领域 这点是同意 专门的会计领域 也是 这就不太同意了 也是比较深奥的会计课题 展开论说 不是的 他只是对一些专门的会计领域 或是比较深奥的会计课题 如果这样来表达的话 可能比较准确一点 也就是说 整个高级财务会计当中呢 可能因为他只是一个专门领域的这样一些东西 很多领域这样一些方面的东西 这些领域的东西呢 可能比较深奥 可能很不深奥 可能很不深奥 所以他有野士比较 这就不太好 不太合适了 对一些专门的会计领域 或是比较深奥的这样一会计领域 然后来进行认识 认识 这是他的高级财务会计的一个定义 他所认为的定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他说 那么这样的话 高级财务会计有些什么内容呢 他这里讲有公司会计 这当中包括呢 股东权益会计 所得税会计 清算重组会计 那么合并报表 外币之算 或者叫变动 租赁会计等等 那么现在确实应该是等等 也就是说所谓等等 也就是说 反中级财务会计里面 所没有涉及到的 那我们都会在高级财务会计当中 在展开 这里所展开的 这本他这里所界定高级财务会计当中 所展开的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说 是不是有期货会计呢 现在不是有期货吗 但是现在是否有非盈利组织的这样一个会计呢 诸如此类啊 诸如此类 但是现在还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样 反正社会用会计 这样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应 社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会计 就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我相信 社会现象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变化 和不断的进步 那会计的这样一些对社会现象的反应 也应该在不断的调整 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的内容已经涵盖了 所有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那这不确切不准确 或者至少自最多来说 也就现在是准确 但是明天就可能不准确 因为明天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们又需要对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来进行反应 确迹一点 社会总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当中的 而会计呢 就是对社会现象的一个反应的这样一个学科 这门科学 然后说起来的话 所以他所讲的这个内容 那都是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应该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够的 然后这是上大学的 他的一个说法 当然不管了 这个无所谓啊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一种说法 人家也是一种说法 这样一个形式 这样一个形式 财政的一个观点 一个观点 高级财务会计是什么呢 中级财务会计 主要涉及到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 方法和技术 也就是说中级财务会计呢 它主要讲的是通用的东西 一般的财务会计的理论啊 方法和技术 高级财务会计 这是针对上述各种专题 对专门问题 然后来加以阐述 显然就和它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也就是说 中级财务会计说的是 一些基本的方法 基本的技术 基本的理论 就是通用的东西 而高级财务会计 只是针对某一个专题 然后进行专门的阐述 采用的方法就是一个专门的方法 专门的技术 是对一些 就是特殊的一些课题 所做出的这样一些研究 或者是财务会计们 所做出的一些反应 所以这里呢 就比较合适一点 不是比较合适一点 每个课程都会有分工嘛 每个课程都会有分工 那么中级财务会计分工 那些东西呢 它这里就比下面大学说的比较多一点了 不同组织形式 有特色的所有权的这样一个会计 协合并和合并报表 特殊的这样一个财务报告 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 一些特殊的会计 特殊的财务会计专题 特别叫绩销 以分级收款 销售 租赁 房地产 退休金 所得税 期货 外币 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方面的东西 这样一方面的东西 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些方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中级财务会计里面没涉及到的 没有涉及到的 就放在什么 放在高级财务会计里面 加以说明 加以说明 这是 也是一种说法了 一个说法 这是商财的一个说法 杨王斌的一个说法 仍然是 是什么呢 是什么 讨论财务会计领域的 中的 陆干高纳问题为主体 辅资产受入资本评估 资产评估 人类资源等问题 对财务会计提出了新挑战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说法 主要是 前面的一句说法 就是从南部 所以他称为高等 高等 首先呢 就是高难问题 然后第二个方面 是辅助于前沿问题 可能会发生的 可能会发生一些 前沿的这样一些内容 然后来做出一些探索 这些探索 比如像资产评估 人类资源 这样一些东西 当然还有环境 现在又搞出环境的 环境会计 这样一些东西 现在搞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些像人类资源会计 现在好像也开始声音低下去了 烟消云散了 然后环境会计 开始好像烟消云散了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什么东西 就是这种形式 搞出一些很新的 这样一些花头的 这样一些会计 但是好像所讲的 这样一些会计 都基本上 还有像通货本账 这样一些会计 这样一些东西 好像都不大提了 不大提了 从会计 我们讲传统会计 还是建议在一些规则 和方法基础之上 比如说 所谓的这样一些规则当中的 就是我们至少有一个 生计成本的这样一个体现 按照生计成本来进行 这样一个会计的量也很凉 同时我们还有 比着稳定这样一个假设 但是如果说 你考虑一些能力资源 你考虑一些 我讲变动 你考虑一些环境 这样一些方面 这样一些东西 可能会对会计的一些基础的 基本的这样一些东西 进行一个颠覆 这样就会影响到 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建立 因为它的基础的概念 都已经颠覆了 那理论框架的这样 就可能会造成 整个会计的这样一个颠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利于 这个会计的总体的 这样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发展 你可以进行讨论 你可以进行探索 可以进行探索 但是从会计收入 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探索的这样一个东西 还不能够作为一个 实际的这样一个 运作的这样一个形式 运作形式 因为毕竟来 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会计方式 我们讲它固然是 根据社会现象 所被动的 做出了一个反应 但是会计的这样一种 被动的反应 对社会现象本身 它也能起到反作用的 也就是说这样一句话 就会计采用一个 什么样的方法 对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来进行反应 对这个社会现象 本身是有影响的 是有影响的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这样一关系 但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关系我不太清楚 但是会计 它是对社会现象的反应 但是这种反应 最终反过来 会影响到社会现象 这我是能说明的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今年 新公布了两个 我们去年的年末 公布了38个具体会计准则 同时呢 在这样一个 今年的这样一个 会计核算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这样一个要求 就是对一些投资性 而且对一些 就是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对于这样一个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可以按照 按照现象的这样一个会计 可以按照什么呢 可以按照市价 来进行体现 这在过去 中国在会计制度里面 是不允许的 是不允许的 那么现在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 社会现象的 也就是说 我们讲公用价值的变化 就是一样 一项资产 这资产 它现在的这样一个价值 与你当时说 买进来的这样一个资产 的这样一个价值 可能是不相等的 这种现象 已经存在很长的 这样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过去的 这样一个会计制度里面 都没有对它来进去论 不能反映 而今年开始 对这样一个交易性 就用资产 可以进行反映了 可以按照市价来 进行反映了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 想想 那么显然 这是一个形式 我们现在考虑到 这样一方面的情况了 那么我们需要 我们会计本身 对社会上反映 那么就有点反映吗 但是反映了 结果怎么样呢 大家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 至少第一季度 本年度的第一 就上年度的这样一个 07年应该是上年度了 07年第一季度 很多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 收益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之所以有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这样一个投资性 就是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股票价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 那么 这样一种改变就导致 导致这个学的盈利的这样一个内容 盈利的数量 盈利的内容 盈利的机构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这样一种变化 不要紧 它的变化 你采用这种方法 进行变化以后 显然又会导致 导致投资的投资行为 发生变化 那么投资行为发生变化 就这样导致了什么 资源配置发生变化 它这样会导致很多的这样变化 那从对应上来说 我们就讲这样一句话 就会计的方法 就会计本身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这样对社会本身是有影响的 是有影响 那这样一个影响 可相信如果说你是做过会计的话 你应该有感觉 我们在38个会计准则里面 其中有一个债务重组准则 债务重组准则实际上是 搞过好多次了 最早债务重组过程当中的损业 是可以进当期损业的 但是由于最早的这样一种 会计当中强调 会计重组过程当中的债务 可以进当期损业 所以导致整个债务重组过程当中的 很多的债务重组企业 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是做假账 因为这个规则是允许的 然后导致这样一种 仅是通过债务重组这样一种方式 就可以帮助这个企业纽快过瘾 然后继续存在在这样一种故事当中 导致一系列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现在这个会计方法本身导致的 有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化 所以第二稿出来的这样一代步 从组取消了这样一个计则 就是在要重组过程当中的损业 不能进当期损业 它只能进制度公解 进制度公解 然后又导致了一些 所以这样一些对原来这样的 社会现象发生了一些颠覆 改变 去年出来的稿子 因为要向国际会计整个靠拢 所以又回到第一次的这样一组织上 所以这里说明确实是 确实是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这里强调就是 它是一个很难说是高难的问题 为主体 然后对一些前沿课题 所以他就讲资产民观的 这前沿课题 前沿课题现在真的是比较淡化 前沿课题 我们尽可能多的去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理论讨论当中 不要作为一个教科书的这样一个内容 因为作为教科书内容 它一定是一个现实当中的存在的东西 把前沿的这样一个东西放在教科书里面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介绍了以后 这种东西本身就没有定论 你介绍了以后 然后他又会发生 教科书里面反映的一定是有定论的东西 不是我们讨论的东西 不是我们写论文 写论文希望有一些新观点 新方法 新思路 但教科书不希望这样子 不希望这样子 教科书都希望是一个很定论的 已经大家都到共设的 然后在这当中 所以一些前沿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退出教科书 退出教科书 他这讲 他内容呢 当然很文集收款 绩销会计 专业权 研究与开发 以及商业会计 租赁会计等等 这样一些方面的这样一些内容 内容 那么像当时有些内容呢 当初内容应该是符合的 在前沿的一些东西呢 现在应该看起来呢 还是 所以有些本身的单位会计理论 本身也需要适应这样一个社会 这样一个变化 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了 观点总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讨论的时候 讨论问题的时候 可以大家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不同观点 这样的话呢 就会体现出整个学科的发展是 百花齐放 百家争民 这样一种性形象的景象 中章财长 中章财长 他说 他这里就讲是企业特种会计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特殊有 特殊有 企业一般的会计有 以外的一些特殊的这样一些有 应该来说 我也同意这一点 他应该算是一个特殊有 但是也不仅仅是一个特殊有 前面我先讲到 就是他这样是指 中企业会计当中说没有的 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特殊的 但是他还包括没有展开的 如果说是没有展开的话呢 那么想来你说他特种业务 好像有点不太确切 如果说中企业里面没有 那么特殊的 也有一些东西是有的 像我们说起来像租赁啊 中企业里面也有 只是说介绍的不是很强细 比如像这个 像那个索德税啊 也有 不是没有介绍的很强细 这些合并报表也有啊 都是说明介绍的很强细 如此类啊 如此类 还是说到都有 都有 所以 那个没有介绍的很强一些东西 我们在高级财务会计里面 也会会加益展开 会加益展开 所以这是一个说法啊 所以他说 其实一般会计业务以外的 特殊的这样一些会计业务 就是会计业务员表啊 卧槽变动啊 然后呢 其实会计业当中比较特殊 也比较复杂的啊 这些都不复杂 比如像分店经营 千万不要被他离货 分店经营很不复杂啊 合伙企业 那因为我们讲 中企业会计业 主要是针对于公司制企业的啊 特别是 主要是讲上市公司的 但是 实际上会计业务 至少还包括 非公司 比如说 独自企业啊 比如说合伙企业啊 公司当中呢 也有上市公司啊 还有非上市公司啊 这样一些方面的 这样一些形式 那么 这样一些方面形式呢 也需要加一体一些 比如说合伙企业 而本书呢 倒是不包括合伙企业的 照理来说 当然都属于啊 都应该属于 高级财务会计方面内容 但是 多属于高级财务会计内容 不一定就是 每本书里面都会包含 每个本书 它总是有自己的认为 它所包括的定义方面内容 所以 这本书里面呢 它包括分店经营 但不包括合伙企业 当然有货币交易 好像没有分期收款 专业权和绩效权呢 还没有设计 租赁有 所得税有 税税有 破产精算 其合并 资产民工没有 这本书里没有 这是 当然也是一个观点了 不能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观点 刚才我说的那一通呢 也是说一个观点而已啊 大家都都都可以表达 自身的这样一个观点 这个是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关系的 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但是 我想说的 大家现在是应该蛮清楚的啊 这样高级财务会计 它是 是对 针对一些中期财务会计里面 没有的这样一些专题 所进行的一些讨论 那么 以及 在中期财务会计当中 没有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深度的展开的 这样一些方面的内容 所展开的这样一些讨论 那么 所有的这样一些 所展开的这样一些讨论 可能有一些 是 有些难度的啊 但是也有一些呢 没有什么难度的啊 因为它针对的对象 并非是难不难 这样一个划分的 并不是以 难不难来进行划分的 它只是 这个一个 会计 本身的这样一个科学科的 这样一个分类 它的分工 分工所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 从这地方来说 我也想说这样一句话 就像人们的这样一个 社会分工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说 某人就一定是 怎么样怎么样 某人就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工作 我倒是这样一个感觉 我真的是觉得 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社会者是分工不同 社会工作本身不存在 档次高 档次低 这样一方面的问题 也不存在 这个工作很难 那个工作很简单 这个方面的问题 我的概念是 什么工作都很难 如果你要想做好的话 什么工作都很简单 比如说 我们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教师的水平 就一定很高吗 我有时候觉得 教师的水平 不一定有理法师的水平高 或者这样讲 理法师有理法师的水平 教师有教师的这样一个水平 两个行当而已 你教师去搞搞美法 你去理个发看看 能理到什么程度 当然抬来上课 能上到什么程度 同样的意义你 一样是一个一件事 这样做长久了 我相信如果你努力 我们只要三百六行 行行出状元 这样无所谓 社会者是分工不同 所以大家都应该是处在一个 非常平等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么多一样 因为可能一项工作 如果真的要想做好的话 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做一个工人 如果你做一个技术工人 你真的可以把这个工作 做得非常到位 非常好 其他什么人都是不能替代的 真的不能替代 好了 这是我们所要说的 就是高财会计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定义 所谓定义 然后这里表达了 不同的这样一个定义 的这样一行 还有首都经贸大学 首都经贸大学的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就休息一下 再过来再说吧 好吧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变成 这位书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这次数捐 中间的客户 都是 Unlike家里面 中间的客户 担当 rook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